雷娜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莫德斯托 她的母亲瓦莱利塞莱内塔格和父亲里伦娜 在上世纪80年代管理了莫德斯托保龄球馆 麦克风利保龄球馆 她的父母在她十几岁时结婚 同时她是七个兄弟姐妹中年龄最大的 她的祖先包括德国人 英国人 苏格兰人 瑞典人 爱尔兰人 巴拿马人 雷娜1989年毕业于莫德斯托的弗雷德贝耶高中 她就读于莫德斯托初级学院 在那里 她学习了计算机科学和犯罪学 之后 她选修了戏剧课 并决定继续从事表演 雷娜在1995年 喜剧国家讽刺剧的高级旅行中 作为一名成绩不佳的学生 首次出演电影 尽管这部电影受到批评 但她继续出演两部电视节目 致命的游戏和奇怪的运气 并在电视电影《一个朋友的背叛》中 扮演保罗休伊特的朋友 布莱恩奥斯汀格林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雷娜在左翼邓肯杰克和剑 1999年 网络 1999年 你的生命时刻 1999年 和天使 2000年中扮演了嘉宾角色 伦娜在2001年CSI 犯罪现场标查中 扮演了一个小角色 在此期间 Render是一名化妆师 帮助维持生计 2002年 雷娜出演了同名的连环杀手 杰弗里达梅尔 在她拍摄完这部电影后 知道达梅尔谋杀了17名受害者 她发现 非小说角色是一个挑战 她的表演受到好评 她获得了最佳男主角 独立精神奖的提名 她还在P NK2003年的音乐影片中 以坏男孩警长的身份 出现在她的歌曲麻烦中 雷娜在2003年 以柯林法洛角色的 前警察搭档的身份 出现在反恐特警组中 2005年 雷娜与朱利亚斯泰尔斯 和森林惠特克 主演了《小小天堂之旅》 在北方国家和控股中 扮演角色 接下来 她出演了一名新纳粹光头党 与加布里埃尔联盟 一起住进了 Neonet的精神病医院 这部电影赢得了所有电影节 提名的奖项 包括棕榈潭国际电影节 最佳男演员奖 Rainer在滑板电影 Dogtown的临主中 也扮演了一个小角色 尽管没有剪题 是艾米尔赫西角色的经理 2006年 她在《贵子手来了》中 与金尼尔谷德温合作 2007年 伦娜在备受好评的影片 《诺夫·罗伯特福克 刺杀杰西詹姆斯》中 扮演配角 饰演舞的海特 是违法杰西詹姆斯的表弟 布拉德·皮特饰演 28周后 饰演道尔中士 他和米尼斯基 一起主演了《带走》 客战主演了 豪兹一生中的一集 鲁莽的摇滚音乐家 Rainer在像树的试播中 扮演了一个角色 但是该剧没有被搬上舞台 2011年 雷纳英熟悉复仇者联盟中的角色 在《雷神》中饰演一年 并在2012年5月上映 2012年 雷纳在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中 扮演一演 同年 他还出演了伯恩系列的第四部电影 《别影重重4》 这部电影由托尼吉尔·罗伊 编剧和导演 雷纳扮演了一个新的主角 亚伦·克罗斯 代替杰森·伯恩 杰森·伯恩在前三部电影中 由马特·达蒙扮演 雷纳表示 有兴趣在未来 与达蒙合作拍摄一部伯恩电影 称这部电影将会很棒 《我爱马特》 雷纳在澳大利亚悉尼的 伯恩一参首映视上 雷纳主演了动作恐怖电影 《汉塞尔与格雷特》 《女巫猎人》 2013年1月上映 在这部电影中 她和杰马·阿特顿 分别饰演汉塞尔和格雷特 这部3D电影 是在《汉塞尔和格雷特杀死 绑架他们的女巫》 15年后拍摄的 雷纳还出演了 大卫欧·拉塞尔的喜剧 《美国片剧的全体演员》 该剧基于 20世纪70年代末 和80年代初 有争议的 FBI潜逃行动 这部电影 于2013年12月上映 由克里斯·蒂安贝尔 布莱德利库珀 艾米亚当斯 和詹尼弗·劳伦斯主演 这部电影 赢得了评论界的高度赞扬 包括电影演员工会奖 和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 2014年10月 雷纳在焦点特写电影 《杀死姓史》中 扮演记者加里维国 近年来 她在多部影片中 饰演了漫威漫画角色影演 例如 2011年雷神索尔 2012年 《复仇者联盟》 2015年 《复仇者联盟2》 《暴创纪元》 2016年 《美国队长3》 《英雄内战》 以及2019年 《复仇者联盟》 终局之战 2019年起 以单曲 《Main Direction》 跨足乐坛 2020年 发表了两支 迷你专辑 《The Medicine》 和《Life for Now》 2023年1月2日 雷纳 在自家使用 除血机时 发生意外 为了救侄子 想要阻挡车子前进 惨遭重达 6吨的铲血车点过 后被直升机 送往医院 她在被诊断 为钝性胸部外伤后 进行了手术 她的伤情 被认为严重 但稳定